于习近平30号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新当选并获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习近平对李家超当选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说 你爱国爱港 立场坚定 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 在不同岗位上都履职尽责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做出了贡献 中央对你充分肯定 也充分信任 习近平指出 去年以来 在新选举制度下 香港先后举行了选举委员会选举 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都取得成功 实践证明 新选举制度对于落实爱国者治港 保障香港市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 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 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 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 民主制度 必须倍加珍惜 长期坚持 习近平强调 今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二十五年来 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挑战 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 更不会改变 在中央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香港已实现由乱到制的重大转折 正处在由制即兴的关键时期 我相信 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一定会展现新气象 香港发展一定会谱写新篇章 韩正 夏宝龙等参加了会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